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净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它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它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它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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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倩宏 两个 我们从 哈拉瑞 重新再解读一次 从它进来 因為之前我們介紹過Hollary在 2018年年初 2017年年底左右 他在TED有一場演講 那場演講他是用全習就是 他是用數位人投影在那個舞台上 講台上 所以其實不講的話 大家不會發現說原來站在講台上 事實上是 是Holocaust 是 因為他人在以色列 然後連線美國 就是直接用這種越洋的 異地的這種對話 所以他是全習影像 就是說他事實上是一個數位人就對了 他用這種方式來呈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的科技 而且是數位科技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法西斯捲土重來 他警告我們法西斯的問題 他甚至警告大家就是說 自由民主的敵人會駭入我們的感覺 讓我們恐懼 然後從內部分裂我們 然後讓我們起非常大的衝突 致命性的衝突 然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去了解我們自己的弱點 確保這些弱點不會被 法西斯就是民主的敵人拿來當作武器 我們後來才逐漸了解 Haraway的這個見解 他當然是看到了非常多的高科技 可以在背後幫助中共 做各種的這種 所謂的高科技的監控 高科技的AI 高科技的大數據這些 然後分析 人臉辨識 行動辨識 甚至於洗腦這些 那這些每一步都在過去 他所研究的歷史裡頭 的法西斯主義都做的 包括希特勒 都是做這件事 只是希特勒時代用的 不是高科技的方法 只是普通科技 Haraway警告說 這些數位法西斯 成的這種數位的翅膀回來了 這些法西斯主義者 所以他們都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很科技 然後很科學 很時尚 那他講的其實是跨國 以前的這種法西斯 其實是有國家主義 可是現在的法西斯不是 國家主義是有這樣 就是說有一些高科技的老闆 包括像Facebook也好 或是其他的這些高科技的老闆 可能他們在某種行為上面 就故意以 這個我等一下會講一個故事 這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說 會說我只是發明 我數位科技無罪 我怎麼知道他去用在那種用途 他本來 他不只還說他自己無罪 他是說他本來要把人與人之間 因為有距離 所以數位科技把人與人之間 像一個孤島把它串聯在一起 讓人沒有 不會感覺說在數位的這個世界裡面 那麼的孤單 是 可是 那個如果被變成 中心化 集權化 然後變成一種監視人的工具的話 也不過是一牆之隔而已 一牆之隔 那哈爾瑞的意思就是說 到了那時候人完全失去自我的隱私 然後 華西斯 也就是那個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也就是1984的那個 歐威爾 的那句話 可是他們的 老大哥正注視著 你就開始了 這就是華西斯 可是他們的防守永遠是 我注一把劍 可是我不知道你把劍用到哪裡啊 所以這個辯論 其實在最近幾次的 包括在美國 在其他國家 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說這些公司真的無罪嗎 所以呢 過去他們是用 共犯這個字 在講 那共犯有共犯的條件 共犯的意思 或者是說 或是說 他用accomplish這個字 那意思是說 共犯的意思是什麼 我知道你在做這個事 我還幫你去做 那另外一種人 你可以說我不知道 我故意蒙著眼睛不知道 反正東西給你了 這種人 英文叫做enabler enable 這個字 加R enable 就是 讓這事情成為可能 就是enable的意思 柯文哲嗎 是啊 太厲害了 馬上就猜出來 柯文哲 enable 讓事情可能成為 這個壞事 這個例子就是你剛剛講 你講鑄賤 有一點偉大 我把它下降一點 就做菜刀了 做菜刀的人 來告訴我們說 我做了菜刀以後 他來買 我怎麼知道他拿去殺人 所以就想用這個拖鑄 他拿去殺人 可是現在的邏輯辯論 不是這樣 他說 可以 我們可以接受 說 有一個人來跟你買刀子 買完了拿去殺人 這個人 拿去殺人 跟你做的刀子 可以分開 你可以是無罪的 你不是enable 你是一個 就是碰巧 他來買刀 然後殺人 不會有人追究你 可是現在 新疆 三百萬人 他可能買幾萬隻刀子 去殺人 然後每隻殺人的刀子 都是從你這裡賣出去 你告訴我說 你沒有關係 你是enable 甚至於你是 compress 你是共犯 共犯 共犯跟enable 就是 促使這個事情成為可能 就是這個殺人的狀況 成為可能的人 其實是跟數量有關 好 對不對 而且誰來跟你買有關 對 那每一次都是他的人買 那每一次都是他去殺人 你還賣他 就像一個五金行 如果有一群 那個年輕人 老是 恰良恰厚 然後老是來跟你買那個西瓜刀 來買西瓜刀 最後你最好是不要繼續進貨了 你覺得 怪怪 然後不久以後就看到 社會新聞他們去砍人 對 那用的是你的刀 然後你說 反正這跟我無關 我只是賣刀的 是嗎 在邏輯倫理上面 這個都不成立的 所以 沒有辦法用 所謂我只是賣菜刀的人 或是 有一個人叫 教人家如何用菜刀 我不知道 如何用菜刀 居然可以導致殺人 就是 葉克膜 賣葉克膜 就是說 花明葉克膜的人 教別人如何用葉克膜 去放在 活摘器官 那個人 那個人無罪嗎 所以說 我只是去教葉 我怎麼知道 他們要把它放在那裡 這個辯論是不通的 你去了十八次 你去教他們 然後已經有這麼多人 在懷疑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還在做 那請問 你是不是 贏了 軍醫院 而且是軍醫院 去軍醫院 然後也去了 跟人家幫忙做DEMO 還說你不知道 還要去辯護 所以DEMO的那個 現場的器官的來源 是早就 早就知道的 你自己的嘗試判斷說 哪有那個器官 已經在那裡等人的 幾個月前 就已經安排好 就是說 今天要做DEMO 然後你剛好被邀請來做 這件事情 剛好有器官可以用 剛好有器官 剛好有人 就來了 就被在那個地方肢節了 然後拿走器官 如果是 然後你說即便不是你動手 可是方法是你的 那這個沒事嗎 我覺得這個Enabler 這個字 是請大家注意 去查一查字典 E-N-A-B-L-E-R Enabler Enabler 這個字很重要 現在其實我看到 像我們上次去開會的時候 底下字寫的是Enabler Enabler 已經開始不是用 Compress 不是用這個 共換這個字了 已經開始用Enabler 這個字 表示美國已經知道 也就是說 數位法西斯不能自我完成 有很多 美國的高科技 歐洲的高科技 也許日本的高科技 很多人 每一個人都貢獻的 都是Enabler 都貢獻了一點點 然後中共把它在那裡 總齊大成 湊成最邪惡的高科技 作為法西斯的工具 監控人 控制人 洗腦人 到最後拿走器官 這樣子的一個 一貫作業程序呢 就是哈拉瑞 他所提醒的 就是 法西斯 乘著數位的翅膀 重新飛起 這太恐怖了 他的其實 他的意思就是 馬克思的那句話 就是這個 共產主義的 幽靈 幽靈 幽靈正在天空盤旋 那個共產主義 其實講的是 法西斯主義的幽靈 正乘著數位的翅膀 在空中盤旋 我們今天 從2018年初 開始聽到哈拉瑞的這個警告以後 你看這個時代過得最快 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未來的每一年都是 過去的十年 你看 馬上限時報 我們今天要講的 其實是香港 是 今天香港的情況 就是受到這種影響 可是這是一場 成功對法西斯的反撲 其實他們也是用數位的方法 反撲了數位法西斯 香港人非常清楚就是說 他們 數位的這個控制 是怎麼樣來控制他們 所以 包括他們去乘坐這個地鐵 他們就用現金 他們不用他們的這個 對 他就躲開數位法西斯 躲開數位法西斯的監控 對 所以他們也有他們的方法 然後包括 我們知道他們去買這個 所謂的這個關心筆 就是非常強的這個雷射光 長距的雷射光 然後警察說這個東西是一個武器 說怎麼射 可以射讓這個紙燒起來 結果他們 事實上現場實驗 也不會把它燒起來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的 反撲的方法 可是我必須要說 我最近看到黃之鋒 他說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說 那你是不猜的 在忙什麼 他說 他說他不是港獨 對 我不是港獨 他反駁中共說他不是港獨 這個黃之鋒再想一下 你應該是 這樣才對 不是不是 你不需要示弱 因為一國兩制 華西斯就是要你示弱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在香港 沒有錯啊 保證五十年啊 可是現在已經過快要一半了 對 那剩下一半 黃之鋒現在才二十出頭歲 再剩下一半過去的時候 他大概就是四十幾歲 不到五十歲 大家都在賭這 剩下這一半 中共就垮了啦 什麼一國都不見了 大家在賭這個 一國一次眨眼就到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 因為我最近幾天都一直在訪問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非常清楚的表示 中共 他們這一次這樣子搞中共以後 他們發現中共真的是紫老鼠 撐不住了 撐不住了 紫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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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紫老鼠也對 紫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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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在爬 這個是有趣的效應 也就是說 中共過去在國際上 宣傳一大堆 他有什麼了不起的科技 這個那個 弄到最後 根本就 在他手上 一事無成 當然這個我們必須 給川普政府一點功勞 因為他不但在轟殺掉他 那個可能的工具 否則的話也許 如果今天 就是如果一直都是走的是歐巴馬當時候的路 而不是後來的 川普的路的話 說不定中共到現在為止已經收集到他 偷到了 不是收集 偷到了 他足夠作為 法西斯起揮的翅膀 他就揮起來了 他現在是 他本來 他想揮起來 可是他現在變成是法西斯基 揮不起來 一隻雞在地上跑來跑去 他揮不起來 吃得太肥了 他揮不起來 他揮不起來 他揮不起來又沒用 他就不能嚇人 香港人不怕他 我覺得170萬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這樣的集會 然後用流動式的方法 我有注意到 很多臺灣的那個 報時 本來很不願意報導香港 這兩天都是大幅報導 這個大幅報導 代表什麼 那你知道嗎 中共 你不要搞了 我們 總不能為了你 還 臺灣有很多報紙 其實是 請 請向中共 本來是都在幫他們蓋這個消息 他說不要了 你再蓋下去 我報紙都賣不出去 170萬人上街頭 然後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當然就是我覺得形勢比人強 所以我認為這一回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兩個是最早開始觀察 Hillary的Hillary的警告 我們還在一個活動裡頭 曾經把Hillary的 對 我們辦了一個TEDX的活動 然後把這個東西拿來講 那做警告 我們還以為說 空股足音 但是今天看起來是美國 尤其川普的執政團隊有收到這個訊息 所以他們就一一打擊 每一個打點都是對的 對這個華西斯打點 所以他的成就就是成就在香港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 在新疆某種程度中共是成功的 他們壓迫新疆的部分是成功 可是他們成功是失去全世界人心的失敗 是 是 就是他但是他有就是 Hillary所講的數位法西斯的那一種局面 他是建立的 沒有錯 可是他也嘗試想在香港建立同樣模式 香港是一個比較open to the war 比較開放世界 他失敗了 但是這個裡頭就要看到說 香港趕起來反抗 難以收拾喔 感謝Apollo Fiber Insight贊助 這位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住在小套房裡 根本沒有多餘的金錢和空間使用烘衣機 常為了衣服曬不乾和美味而苦惱 幸好這位年輕人認識了創新科技的我 我奈潮濕 不會漏電 沒有電磁波 安全可靠 別擔心我面積不大 簡單折一下 再蓋上一條乾毛巾 讓熱能蓄積 就能乾得更快 更有效率 就算是第二天即用的衣物 也能讓你從裡到外 乾爽捷徑 安心出門 而且我勤儉持家 一天不到五塊錢 就能解決這位年輕人的困擾 所以我們講完那個哈拉瑞 還是鼓勵大家去看哈拉瑞這段影片 是哈拉瑞這段影片有嗎 非常值得一再的看 他的那兩本書 也真的是非常值得看 就是 Homo sapiens 就是 智人 有智慧的人 智人 他講述人類 從這個過去 十五 他最主要是大概取七萬年 差不多十萬年以內 人類如何從一個非常可憐 小可憐的 剪破爛的 在草原上面 等待人家吃完 剩下吃虎食 人是吃虎食性的 本來是虎食性的動物 因為他沒有打獵的能力 到最後征服世界 這個歷程講 然後另外一本書叫做 Homo deus Deus的意思在拉丁文裡頭叫神 但是我覺得他後來有 Spin出另外一個 他們寫的書 叫做Homo Demons 就是人變魔鬼 那他指的就像中共 這樣的政權 變魔鬼的人 會怎麼樣 也就是法西斯 所以我覺得他很完整的 描述人過去 大概十萬年以內的發展 一直到未來 他的書其實有牽涉到未來 未來他講的其實是 在未來一百年 到2100年 2100年這個未來 他也有一段的描述 他對於這個數位科技 有可能帶來人類最大災難 他有另外一條路去分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讀一讀 我雖然對於他的書裡頭 有部分我不是那麼同意 有一些推論我不是那麼同意 那不過呢 我覺得還是一本非常值得讀的書 就是最近很多這一類的書裡頭 他這本書 那在台灣好像我看成品 還是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翻譯也翻得還不錯 可以 那我在日本旅行的時候 也看到日本的 翻成日文的書 也是放在非常重要的地方 表示這個是一個全世界 大家都在讀的書 所以我也相信 他在英國跟美國的這個 影響了非常多人 所以這是一輪全世界的書 那當然不要可惜啦 我們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機會 把他邀請到台灣來演講 我猜他會很有興趣到台灣 我們其實應該可以想一想這個可能性 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介紹他以後 我們希望有機會 可以請到哈爾到台灣來演講 嗯 很好 好 然後楊大哥 那個 我最近在讀格林童話 我看到很多跟那個 現在的時局非常相似的 格林童話 我印象裡頭是還蠻討厭的 是 我小時候是不喜歡讀的 我現在才回來讀喔 就是以前讀過 但是看不懂 看不懂 那現在再回來看的時候 其實 對 現在比較能夠看得懂 有人說格林童話不是寫給小孩看的 是寫給大人看的 我就想到 您剛剛講的那個恐懼喔 其實就是利用 我們對於 這個 生命被剝奪 資訊的不對等 然後操作恐懼嘛 就是所謂的操縣 好 用恐懼 那 其實格林童話跟恐懼相關 有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很奇怪 就是說 有一個人呢 是個傻兒子 然後有一個父親有兩個兒子 老大比較聰明 老二有點憨憨的 然後呢 老大因為很會做事嘛 所以呢 通常有什麼事情就派這個老大出去做 老大就去做啊 又做得很好 那可是呢 只要遇到晚上 或者是暴風啊 或是打雷 老大就會害怕 怕什麼說不出來 怕黑怕鬼怕一切 可怕的東西 想像力非常的豐富 然後呢 可是這個老二因為憨憨的 所以他不怕 所以晚上如果需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派這個老二去 等到大家都長大了 要成家立業了 他就發現不行 你什麼都不怕 你沒有恐懼的人啊 是沒有辦法在社會生存的 所以呢 這個教堂的執事就是說 沒關係 我可以教會他什麼是恐懼 於是他就教他去教堂要敲鐘 他不是靠著教堂的鐘聲來 知道說現在幾點嘛 那他就去敲鐘 他就真的去敲鐘 結果那個 一大早要敲鐘了 還黑黑的嘛 結果那個執事就穿著白色的衣服 要故意要嚇他 在那個樓梯口要嚇他 然後他就對那個白色的影子說 欸你是誰 你是人嗎 你要出聲 他就這樣連續問他三次之後 那個執事還是不出聲 結果他一腳就把他從樓梯上踹下去 結果身受重傷這樣子 然後他爸覺得說很丟臉 所以呢就給他50個金幣 就是說你去流浪好了 不要說你是我兒子 那流浪的目的就是說 等到有一天你學會什麼是恐懼 你再回家 好 然後他拿了50塊金幣 沒辦法他就出門去了 出門出了城門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問他說你要去哪裡 他說呢 我要去學習什麼是恐懼 好 那我有50塊金幣 只要你能教會我 我什麼是恐懼的話 這50塊金幣就給你 他說 那個前面有幾個那個盜匪啊 被吊死在樹上 你去坐在那個樹底下 然後明天晚 就是一整個晚上 明天早上我來找你 你就學會了什麼是恐懼 那50塊金幣就可以給我了 他說這樣子 他就去坐在那個樹底下 就坐在樹底下 他說他看到那幾個人 被吊在樹上 他就問他們說 欸你怎麼不下來啊 他不出聲 所以他就一個一個 把他們解下來 從那個吊死的那個吊環上面 就把他們解下來 解下來之後 把他們放在火旁邊 他發現說 火都燒到他們腳邊了 他也不會跑 他覺得奇怪 然後就又把他一個一個 又調回去 就第二天早上這個 守城門的人來 又問他說 那你知道什麼是恐懼嗎 他說沒有啊 我昨天就怎麼樣 然後那個人就說 你實在太奇怪了 沒有辦法教會你什麼是恐懼 所以他就繼續往前去流浪 那這過程當然 故事有一點長度 我把它縮短 就有一天他就走到一個王國 那個王國裡面有一個恐怖的城堡 然後有人說你要幹嘛 他說我要學習恐懼 他說太簡單了 你去找國王 國王懸賞 就是說你如果敢在那個 魔鬼的城堡裡面 待三個晚上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金幣 更多的黃金 一桶一桶的黃金的重賞 結果他就真的住到那個城堡裡面去了 結果發現說 第一天是兩隻會講話的貓 就是那個精靈 結果那兩隻貓 後來就被他宰掉了 那隔壁童話蠻血腥的 隔天又有什麼骷顱頭 結果他又把骷顱做成球來玩這樣子 到了第三天 大家都拿他沒辦法 到了第三天果然發現說 你果然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 然後就把公主嫁給他 這是很奇怪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他是要反過來理解的 就是其實大部分的人 應該要學會 面對問題就不會恐懼他嘛 對 對不對 香港人面對了嘛 香港人面對了問題 說他沒有恐懼了 這個不是隔壁童話嗎 那現在變成說 習近平要設法讓香港人去流浪 去學習什麼是恐懼 沒有 習近平是穿著白袍的那個被踢下樓的 對 習近平已經被讓香港人踢下樓了 他去裝粉弄嘴 然後那個香港人問說你是誰 他沒有回答 他還說不是我 好 現在問題來 就是我們上次有兩個揣測嘛 一個是他要屈服 全面屈服 然後變成就是說雙普選 對 然後一個是他要開軍隊進來 然後開軍隊已經恐嚇很久了 對 我們現在看起來 跟我們的判斷是一模一樣的 不會開進來 不會 那現在怎麼收拾 我認為 你記不記得那個川普 最近的推特 哦 我們可以請導播進來 那個第一天他講 大概是8月15號吧 對對對 他說我們來談談吧 坐下來談談吧 他就是幾個程序啦 第一個他是說 哎呀 習近平 我認為習近平會好好處理 可是還有一個關鍵字很好玩 他說 習近平接了一攤爛生意 對 一攤爛生意 他把那個 中共當作一攤爛生意 不是 所以我這中間 我相信習近平有提供給川普一些訊息 就是 習近平告訴他說 我們內部有人在搞我 利用香港的事情搞我 好 所以你不要就是說 這樣這樣 聽起來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他說你追了一筆爛生意 就有人搞你嘛 你好可憐 好啦 那你還是要好處理 對 那後來他就馬上接著說 怕人家誤解 因為川普抱怨 說香港事情跟我什麼關係 你們每個人都來找我要解決 後來就說 對啦我知道 因為我都說 習近平是good man 好人 好人 所以我希望他好好處理 後面接著一個說 我希望香港不要被用暴力處理 最後直接亮牌說 要用human 用人道的方法處理 其實川普很少在推特這樣做 他自己解釋他的自己的推文 他把他的推文重新發一遍 然後上面再做一段註解 確實是這樣 他很少這樣做 是他就是自己很清楚的表達說 而且他到最後就說 那個如果他沒有被人道處理的話 美中貿易談判就談不下去了 所以他把他掛工 所以這個是對 這個不是童話故事 這是鬼故事 這是鬼故事 對習近平來說 簡直是川普向著全世界人 在講童話故事 是有帶鬼的 的童話故事 講給他聽 那後面那一句 我認為習近平聽了以後 一定是毛骨悚然 他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見面談談 我認為他就是要約在香港見面 那在香港見面 是不是要在軍艦上面見面 他就大大方方到維園 維多利亞公園去 然後兩個人坐在那裡 然後歡迎香港一百萬民眾 來底下聽 來talk 大家一起talk 那這種狀況底下 就是習近平要帶禮物來 不然你來幹嘛 禮物是什麼 那五個條件裡頭 他只要答應兩個就好了 一個叫做雙普選 一個叫做林鄭下台 結束 聽起來蠻美滿的 那川普的意思是說 你那個條件有什麼難答應的呢 如果你不敢去 我陪你去 我告訴你 川普現在在香港的聲望 遠高於習近平 很多場合 大家都搖著那個美國國旗 是啊 已經不搖英國國旗了 搖美國國旗 因為這一次香港人能夠上街 然後到了8月18號 170萬人上街 如此平安 你以為什麼 魔鬼變天使了嗎 不是嘛 就是美國在後面撐腰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一堆媒體 台灣的媒體還在罵川普 不知道在胡說八道什麼 而且在難民法的問題上面 仍然是胡說八道 是 包括這個民進黨立委 民進黨立委 太丟人了 下一段進來我們來講 這個難民法 好 我們再講一次難民法 好 我們再講一次 好好的把它說清楚 而且我們有很好的提議對不對 好 下一段進來我們講難民法 在使用乾媽媽之前 因為我一個人住在小桃 通風實在不是很好 每次要用抹布之前都要先聞一下 怎麼樣都會有一個東西 怎麼洗都顯掉 那個味道實在是 唉 然後用這樣抹布再去擦 擦過的地方又會有味道 真是很麻煩 然後就變成一兩個禮拜 就要換一次抹布 就要丟一次抹布 要不然就是要整個 整鍋拿去泡漂白水 整鍋拿去泡漂白水 整個小泡盤都是漂白水的味道 都覺得自己快被毒死了 但是有了乾媽媽之後啊 我只要每次洗完抹布 放上去 第二天早上完全沒有異味 而且又乾 放了下來 用了一兩個禮拜下來 就不像之前我用的抹布一樣 它上面也不會長東西 也不會有臭味 就算我一條抹布 用了兩三個禮拜 它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永遠都像新的一樣 都像曬過太陽一樣 好 都像新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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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楊憲宏 然後我們一直在談難民法 但是總是有一些聲音 認為說 難民一旦進來的話 會有治安的問題 然後好像我們得養著難民 然後好像這個 接納難民就是一無是處 然後會有國安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就從德國 接納敘利亞一百萬難民談起好了 因為敘利亞難民當時 德國的總理梅克爾 要接納這一百萬難民的時候 其實有好幾個國家 是發出酸言酸語的 因為他們懷疑 甚至有人權組織說話 懷疑說 梅克爾打算把這一百萬難民 當作德國的第三勞動力 因為德國長期以來 跟台灣的問題是一樣的 他缺勞動力 他不但缺勞動力 因為他長期缺勞動力 所以他很多的企業 他沒有辦法創業 對 沒有創新的這個創業 那再來就是 其實他人口的老化 少子化的問題 跟台灣是一樣嚴重的 那麼所以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梅克爾也是想破頭了 結果沒有想到一百萬難民 在邊境打算要進來 於是在其他國家 都不敢接的情況之下 他打開了邊界 梅克爾就全部把他接進來 接進來在2017年開始接 他接進來之後 整個德國的經濟 往上繼續起飛 那麼這個過程當然有 比如說性侵害有 有這個仇恨罪 有人在這個火車站 就是在地鐵 被人家從外面 後面推他 比如說他就是仇恨 他沒有任何原因 就去造成一些社會的騷亂 有確實有這種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德國總共有六百萬個義工 是要輔導 要讓這一百萬的難民 能夠在德國安家立業 那這樣的一個胸懷胸襟 德國人完全展現出來了 而且其實你也分析過就是說 這個對整個民族的這個基因學 是好處有好處的 我其實再講多一點 其實這些人 很多國家他們都沒有用 Refugee 這個字 雖然廣義的定義 這是Refugee 就是難民 有一個更精確的說法 你知道那個說法其實就是 那天我們在 美國國務院裡頭遇到那個 非常高帥的那個Marine 他告訴我的 他一直告訴我說 他們不是Refugee 他在跟我分析這一百萬的 到敘利亞 他說他們不是Refugee Dispressed Migrant 用英文講Dispressed Migrant 的意思就是 他們只是離鄉背井的移動者 離鄉背井的移動者 為什麼 你知道他們在離鄉背井的移動 的過程裡頭是手拿著iPhone 然後要去哪裡或是這樣 他們是一個 這一百萬人其實是一支部隊 互相之間 形成一個group 他們利用彙星定位知道說 他們到底被後送到哪裡去 他們完全知道 他們一開始也不相信這些政府 到底會把他們移動到哪裡去 曾經訪問過這一群人 你知道他們這一群人 他們探查是做了一個調查 說你們逃亂的過程裡頭 你的背包裡面 最重要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充電器 跟你一樣了吧 他們是宣利亞最有錢的一群人 他們是宣利亞最有錢的一群人 你今天要出去旅行 你的包包裡頭 絕對不可缺少的東西是什麼 充電器 年輕能夠學會不同的語言 然後他們的環環機都沒有問題 這樣的人大量一百萬人進入德國 對德國經濟怎麼會有不好的影響呢 這是智慧輸入 就是一群knowledge的擁有者 而且跟德國人對於世界見解 是不完全一樣的人 他混血進去了 真的可能有恐怖分子 但是這些恐怖分子 後來大概都改寫歸正了 因為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那德國人也很大方開放他們的國家 給他進去 這個是大家應該回頭去看 這個2016、2017年的這一段歷史 那所看到的德國所做的東西 這首歌好心有好抱 所以德國的經濟繼續成長 毫無受影響 所以大家腦子裡頭想說 一百萬個難民 那豈不是吃空了整個德國社會錯了 其實他們都很有錢 其實 他們其實已經把錢匯到國外去了 等到他們到德國 他們就把所有的錢從國外 全部匯到德國去 因為他需要用 他們甚至如果是年輕人 他們海外的這些家屬 還會繼續匯錢給他們 然後他們在德國很快 學會當地的文化 進入當地成為工作者 而且他們工作的效能、效度都不低 這裡頭有很多醫生 有非常多專業的人士 包括電腦的工程師 他們都加入了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 21世紀非常奇妙的一種新的世界 跟過去20世紀之前 我們所聽到的所謂難民草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這個事情 所以呢 我為什麼在2016年以後 我就一直在推動難民法 然後這個難民法呢 已經在我非常努力推動底下 在立法院得到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 以及時代力量 他們的支持已經通過一讀 我們的難民法已經通過一讀 我前幾天看到有一個報導 講得好像難民法還在洪荒之外 這是錯的 難民法已經通過一讀 如果蔡英文總統 希望通過難民法的話 只要一個早上三個小時 二讀三讀就過了 我們台灣就變成世界上 第十幾個國家 有通過難民法的國家 那我們可以容納多少香港的民眾 我跟你講 我最近跟一些企業界的人士 都是百億千億身價的 我跟他們談 他們說至少台灣可以容納 二十萬香港人 二十萬 而且這些企業界人士 我問他們一句話 他們就知道他們不是說假的 他說只要政府願意接納這二十萬的香港人進來的話 他們建議台北部在淡水新市鎮 造正香港鎮 The city of Hong Kong 或是Village of Hong Kong 在南部在台南 創造台南一條街 香港一條街 A Street of Hong Kong 他就說 這樣子 人分布下去了以後 對台灣的經濟 包括人才的需求 全部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滿足 鴻海的郭台銘講 幫你養六歲 零歲到六歲 不夠看 我們一進來就是人才 外難 儲財盡用 儲財盡用 為什麼不要 那現在香港人現在是 多少年來對台灣的印象最高評價的時代 台灣只要張開雙手 歡迎香港移民到台灣 二十萬人很快就滿 那不過 這些朋友們 我在跟他們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有意識到 他說其實有些香港人來台灣 並不是想住在台灣 他們只不過 先找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們有一些人是要去其他國家的 所以我就說那沒關係 我們台灣就是接納二十萬 可是可以往上 往上線抬高到五十萬 這五十萬人中間有三十萬人 我們幫忙 幫他們做中途之家 那有人說 用移民法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 當蔡英文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說我們要用人道的方法來處理 然後就推給陸委會 然後陸委會說 這個事情不歸我們管 應該是移民署 然後移民署說 對 我們現在有方法 你只要按照這個 他要跟人家收六百萬台幣 對對對 那個叫做難民法 那個叫人道救援嗎 人道救援 原來你的人道救援 每個人還要交六百萬台幣給你 所以 我們現在非常可恥 沒有難民法 事實上是不夠用 有難民法了以後 我們才能夠讓一些真正受到生命威脅的香港人 要被秋後算算香港人 馬上有機會到台灣來 那當然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勇氣 他的智慧 他的心 其實是無價的 如果 我們也知道香港的中產階級很強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也有一些人 雖然沒有那麼強烈的生命威脅 或是危機 或是被政治迫害 可是他有選擇居住的權利 他想到台灣來 我們一併接納 我們一併接納 那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要通過難民法 我們用難民法來認定這些 才會快 而且有了難民法以後 我們才有真正專業的 政府機構來認定 因為我們也不排除在這些 香港難民到台灣的過程裡頭 中共有滲透 我們把它踢回去 這個是可以查證的出來的 老實說 我看到這十一個禮拜來 他們每個禮拜這樣來來去去 香港人認定誰是特務 誰是中共派的人 全部都查得出來的 很厲害了 中共甭想要滲透 跟著來 就有人指說 這個人是廖非阿 就把它踢走 這個台灣可以做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拜年一遇 一百年也沒讀到一遍 對啊 然後台灣在這時候 應該做這個事情 我知道 蔡英文政府現在的國安會 正在有一個小組 有一個秘密的小組 正在討論說 香港事件對所有的衝擊 我相信這個是其中一個 他必須放進去考慮的 必須放進去考慮的 可是我覺得太慢 他太慢了 不過 他現在後有追兵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朱立倫去一趟美國回來以後 頭腦變清楚了 就像吃了大鵬丸一樣 他勸韓國瑜 要趕快站出來 反送中 要支持香港人抗議的行動 國民黨必須要列入 反送中的議題 對 要列入反送中的議題 不要被蔡英文 獨佔這個議題 那老師說 蔡英文也好 或是說其他的民進黨人也好 他們在香港這個議題 有什麼了不起嗎 沒有 他們門檻很低 所以朱立倫說的對 朱立倫說主要 國民黨或是韓國瑜 開始也反送中 蔡英文的優勢就沒有了 吃掉對方論點 是 所以蔡英文要趕快創造新論點 我保證你通過那民法 願意接納香港人到台灣這件事情 連朱立倫都不敢講 朱立倫只敢 一張嘴而已 Lip Service 因為他從哪裡學來 他從蔡英文那裡學來 他說 蔡英文只要講那幾句話 就有這麼多票 那我也來講啊 我為什麼不講 真的有票嗎 對 我們最近還是聽到 蔡愛沛 蔡愛沛 所以我們就 有點不服氣 就在臉書上 我們就投放了一個問卷調查 那24小時之內 有1000多票的投票 真的 對 待會我來揭曉 20小時之內 這個答案是什麼 下一段進來 我是兩個小孩子的媽媽 只要陰雨天 總會擔心衣物有塞不乾的問題 擔心衣物上細菌的殘留 會造成小孩子皮膚的傷害過敏 自從使用了乾媽媽以後 它不但可以殺菌 烘乾 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很省電 電花不到五元 它耐潮濕 不會痘電 安全不燙手 不用擔心小孩子調皮 會發生意外 能夠陪伴孩子健康的長大 是我大媽媽最大的喜悅 感謝乾媽媽 訂購 改一件衝入 雞獨家 更為超器 一件衝入 過程 每次 被判相在 禁止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楊憲鴻 我们24小时 在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样本 一千多个人 然后是以9比1 而且是大于 就9点多大于1 900多个人 对90出头票 反对蔡赖贝 他也不是反对蔡赖贝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蔡赖贝 你会投给蔡赖贝的 就是勾蔡赖贝 那如果有蔡绝对不投的 那就是勾绝对不投 那大部分人超过9成 绝对不投 那他们对赖清德的见解是吗 他们对赖清德的见解是认为说 他们支持赖清德是因为理念的支持 而不是他们是赖粉 9点几 9成的人 超过9成的人 是支持赖清德 赖清德的 这赖贝还很多 很多 恭喜 太好了 各位支持赖清德的人 而且是立即反应的 对很好 愿意表态反应的 这就是一种气节 你知道吗 实穷解乃线 什么意思 这就是实穷解乃线 我们是借着蔡赖贝这个东西 是看到台湾人中实求解乃线 的这样的现象 你看还是很强 我觉得很好 给你们按赞 这个很棒 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没有犹豫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想呢 就是说 因为赖很多是支持者 所以我只要把赖加入我的团队 于是我就可以有赖的所有的票 这么简单吗 显然不是 不是 9成人反对 好 那么我们回来看好了 看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桃园三结役吗 然后就他被另外两个人丢包了 那桃园三结役其实要怎么样办相 也蛮有趣的 就是上下交争力如何桃园三结役 上下交争力怎么会变成桃园三结役 有人说谁要办张飞 好 我想张飞不愿意被 被这个柯文哲来办 因为他是非常讲义气的人 他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像关公 也没有一个人像刘备 也没有一个人像张飞 怎么结役啊 OK 这太奇怪了 只是因为在桃园吗 就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 台湾现在的文化浅薄的地方 就是随便穿着互惠 讲这一些 然后还讲的会声会 结果呢 我跟你讲 刘冠章生气了 就破了你们结役 怎么可以用 不看书也要看歌仔戏 最近杨丽花又出来了 应该要去看看歌仔戏 什么叫做忠孝结役 忠孝结役 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你们这一些 可是有意思 那一天柯文准备放歌之后 他一个人在那边唱独小戏 他讲的是忠孝结役 讲怎么样孝顺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脑袋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那种党国脑 那种 那种 那种七奇怪怪的 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他就自以为聪明 他自以为聪明 其实聪明还被聪明无 可是最近他做了很多事情很诡异 就是第一个 他好像彻底跟蔡英文翻脸了 对 可是这不是所谓的恩将丑报吗 还为了吴祥辉 人家问我说 柯文哲太误会蔡英文了 吴祥辉怎么会跟蔡英文有任何关系 我说 快说 我就说来说吴祥辉很复杂 很复杂 对 很复杂 他待会儿就从那个门外面就冲进来 我才不怕 祥辉你不复杂吗 你太复杂了 然后你背后到底跟蔡英文有没有任何的 你故意的 我很难说 因为只有这一点我对柯文哲的怀疑 我没有挑战 完蛋了完蛋了 我没有挑战 就是故意的 没有故意啦 就真的嘛 但是最近有很多的媒体人都评论说 柯文哲一定会出来选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让蔡英文选不上 所以她说有一种恨 吴祥辉一定会对付你 这个毫无疑问 她说有一种恨 叫做让你选不上 对 有一种恨叫做让你选不上 她竟然可以混到台北市长 所以她现在继续用这一招 可是她对媒体公开讲的话 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她跟蔡英文曾经当面谈过 我在器官的案件 她有 而且她要求蔡英文必须要交出 对 交出战犯 那蔡英文就说 吴祥辉跟我没有关系 我管不了吴祥辉 我管不到那里去 我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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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管不到 所以说 柯文哲说 不相信 柯文哲说 这个不相信 柯文哲又说 那王世坚呢 王世坚 对 你看她有第二个 对 然后蔡英文说 党主席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管的 所以王世坚她管不动 是比较可以了解 好凡 两个人她都管不动 柯文哲就说 这样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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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相片是比较正面的 那已经是这样 并不是媒体的那种 操手弄自的那种 或是凑着脸那几张相片 可是也 也不好看 也不好看 就是好像总统的格调都没有了 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低声下气 她欠柯文哲 不过最近媒体蛮奇怪的 像自由时报 又开始报导这个火灾器官的事情 有很多人平常不讲 像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位医师 来跟我们讨论有关 叶克某跟火灾器官的事情有关 谢谢这位医师 她的文件我们败读了 觉得很有价值 好 所以是不是蔡英文的态度改变了 柯文哲应该感受最深 因为她最深的感受 应该是监察院对她的报告 8月可能会出炉 应该来应该要出炉了 好 那来了就是 那原来帮她护航的那两个姓王的监察委员 监察委员 我看现在也翻脸了吧 因为有一个是听蔡英文的 哦 这就有趣了 那有另外一个可能 比较容易就接受 蔡英文的游说吧 我猜已经没有阻力了 嗯 因为最近中时的那个数位的那个媒体 你又可以开始可以检索到MG149了 嗯 她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消失的 所以找不到 对 现在翻脸了 所以又 所以来 就是直接跳进来 柯文哲跟蔡旺旺 本来是 国台办的两个 他们都共同帮国台办事 听说他们还蛮臭味相投的 对 见了十几次 中间都有国台办的介入 他们对于女性的物化 女性的这个歧视 这种观点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听说他们只要见面就可以谈笑风声 这我们听过很多传说了 都在阳明山上台 欸 结果那个蔡英明 说 这个在 她自己她现在开了脸书了 开了这种社群网站 社群媒体 她为什么要开社群媒体 她也需要啊 她也要那个 粉丝啊 你有一个说法对不对 蔡英明可能要去接什么位置 国民党党主席 国民党党主席 因为只要韩国瑜当权 所以大家继续接龙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 如果他们选赢了总统大选 他们的末幻内阁是什么 其实还包括他们党主席 党主席 吴敦毅可能就去立法院嘛 就变立法院长 那国民党需要人出钱继续维持 蔡英明一定至高昏庸说 好 来 钱我来干 所以她现在一路在一起韩国瑜 她其实对郭台铭很不满的是 潜台词是这样 你只出几个钱而已 他们在竞争谁最爱台湾 不是他们在竞争台湾首富 我比你大方 我去做国民党主席 钱都我花 所以蔡英明有这种魄力 这种霸气 郭台铭也有嘛 郭台铭也有嘛 郭台铭只出了几千万而已 那你就好像把国民党当成什么 现在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所以我在想说 那蔡英明也可以出钱 所以这到底是谁恩将仇报 你看嘛 当初中石 整个中石集团 忘中集团 捧着这个柯文哲 把柯文哲一路捧上来 所以现在其实蔡英明那种口气就是 咱来输赢啊 你叫他像个男人一样 他像个男人一样的前面那句话 你要注意听 有一些人说像个男人就是这样 没错啊 前面是说我们一起跟国台办的这些 我们帮国台办在台湾办事的这个事情 你扭扭捏捏干嘛 就像个男人说出来 你就是 意思是说我是国台办走狗 你也是 就是这样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他们在这个互咬的过程 有一些讯息透露出来 包括什么无色的觉醒 无色觉醒 你看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 那个哪里是无色觉醒 那就是红色的啊 然后白色力量 然后无色觉醒 所以当时 他们在挺这个所谓的国防部 现在包括实力当时怎么崛起的 其实这后面到现在还没有真的解密 对啊 我那时候就说了 这个后面一定有中共的角色 是 那时候我就说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一点喔 其实李秀莲也说过 是 李秀莲非常早 在所谓的洪中秋案的时候 是 他特别讲到八月大概十二号吧 二十三年的八月 对那一次在总统前面的那个活动 然后他主动要去参加被拒绝了以后 他就说要注意这些人 这人看起来做事的方法 都可能跟对岸是有关的 那看起来就是情报人员做事的方法 是就做事的方法 所以被训练过 然后来这些人 这些人跑到那个台北市政府 去做网机运动操作 其实人民都有被点出来 我知道那个 吕富他在 讲的那个过程 就是他车子停在旁边 对 结果那个人竟然把车子门拉开 又坐进来 然后叫他说不准上台 对 好这一类的 那个讲话的方法 这个看起来是 的确是有背景的 然后非常诡异的是 第二天 那柯文哲就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对 然后还是 就是最近他拿来消费的 对 这个 蒋渭水 蒋渭水 蒋渭水这场会是新旗 中共的统战大帅 他到现在还否认 他不敢说他没见到新旗 不 他是这样 那一场会是新旗办的 怎么可能不出现 你无法否认嘛 然后你去了那里去见了 台湾的叛徒 他过左右缘他 因为有人拿一张相片 那相片是错的 对 他利用那个东西 就一直 然后你后来就因此跑到延安去 谁安排你去延安 对不对 像这种东西 他跟这个 蔡明这样闹翻 其实蔡明都可以 一步一步丢出来 有啦 我认为蔡明手上有 这个 柯文哲非常多的材料 是不是 有很多的材料 所以他那天只丢一个 他的意思是说 你跟国台办之间的约定 你不要忘记 我觉得那个画的潜台词 所以要做个男子案的什么东西 顶天地地 好恐怖喔 这些东西 画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一起在帮国台办办事 你不要忘记你的任务 其实是这样 是 所以 到底 柯文哲为什么要打蔡旺旺 他为什么要打 打给郭台铭看的 因为郭台铭跟蔡旺旺之间的关系 已经形同水火 是 对不对 所以打给郭台铭看 对 就没想到桃园三结议 还被丢包 因为他 但是现在他们是不是 完全已经 不合作 还很难讲 因为这种 因利益结合的 是可以不断的创造 新的利益的点 然后 互相变成 好 关键来了 柯文哲认为 自己手上有五十几万票吗 当时是因为 他那个也有上百万票 他怎么有五十几万 当时台北市他差点没选上 如果今天不是一边口 要一边开票的话 那是台北市 台北市 不是一边投票 一边开票的话 今天台北市长 应该是谁 我认为他是往下调 是 应该是 瑶文志 瑶文志 本来就是应该 瑶文志当选的 这个是 不过这个也应该怪 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他们的团队 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那一句话 到现在没有处理 没有人出来道歉 蔡英文身边的人都贪污 所以我们都喜欢 括弗文哲的话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告 柯文哲呢 为什么会这么对他 如此温良恭敬让呢 为什么 怎么会走这种事啊 恐怖平衡 这个 就是表示 柯文哲有握 有一定程度的 证据 小辫子 好 没关系 我们还是谈得很开心 对啊 当然啦 这种狗咬狗的事情 我们总会不开心啊 你知道吗 我最近有一天 跟一个 我身份就不宜 帮他都脱落 也是算难赢的人 跟蔡英文的关系 也还不错 那我们就谈起有关 柯文哲跟蔡英文这个 他就问我 怎么看这个 我说这个 撕破脸道这么难看 就是狗咬狗咯 然后他有点卡住 跟我讲说 哎呀这个 这个 因为他熟悉蔡英文嘛 是 他就说你讲狗咬狗 我就有一点接话 接不下去 不过 看样子我想了半天 好像除了狗咬狗以外 也没有别的形容 只可以形容 这个关系 你看 有趣极了吧 其实这个对蔡英文也有损 然后对 我认为对 柯文哲的损失最大 你看他的什么粉丝业 都在往下跳 他已经快掉破200万了 一堆人去退战 继续吧 继续退吧 柯文哲这个人 如果你有暗战的记录 以后很愧对你的子孙 真相快要水落石出了 是啊 嗯 我们下一期见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攜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不需要大费周章的使用烘衣机 还能环保、节能、爱地球 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她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的将我挂在她漂漂亮亮的流理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她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这位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住在小套房里 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和空间使用烘衣机 常为了衣服晒不干和美味而苦恼 幸好这位年轻人认识了创新科技的我 我耐潮湿 不会漏电 没有电磁波 安全可靠 别担心我面积不大 简单折一下 再盖上一条干毛巾 让热能续积 就能干得更快更有效率 就算是第二天急用的衣物 也能让你从里到外干爽洁净 安心出门 而且我勤俭持家 一天不到五块钱 就能解决这位年轻人的困扰 这位常出差及旅游的小姐 以前常在想 如果出门在外 也能有干爽洁净的衣物该有多好 但她现在有了好闺蜜 我轻巧好折叠 到哪都能带着走 有了我的轻松随行 让她现在无论居家或外出 都能拥有洁净舒适的安心感 我是干妈妈 无毒 安全 环保节能 取得国际级SGS认证 能够消灭99.9%的大肠杆菌 抑制93.52%的总生菌数 有了干妈妈 消毒 除臭 洁净 舒爽 一次解决 用台湾最好的科技 提供绿能永续 更健康优质的生活品质